不光服装造型前卫突出,整场表演的编排也足够大胆前卫,摒弃了许多他隐退之前所谓的代表作,而是以中后期的作品作为演出的主体。 然而,超前的演唱会结构并没有被大众所接受,在香港演出的第二天便被香港媒体狂批,这不光让保罗高提耶非常生气,痛批亚洲媒体肤浅无品味, 宣称再也不会和亚洲艺人合作,更是对张国荣兜头泼下的一盆冷水,人前都很少大声说话的他,这次也出离愤怒了。